我在欣赏会议 其实就是休息 这个呀 其实也是 就是最近 所以感觉到 其实近视嘛 就是因为近视才要带引进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这个有点特殊 我怎么也 完全没近视 就是5点 然后右眼是有点近视 所以 其实 因为我可能之前都意识 就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近视 因为其实我当时两只眼睛一起看的时候 其实 都是看得清楚 然后后面是 就是一只眼睛一只的侧了手 才知道 我的右眼是近视 然后左眼是不近视 但是呢 这个 也正好复明的一点 就是平时 可能我自己看手机的习惯和什么 可能有时候 在家 然后休门就是 比如这样躺着看 所以 都会过近视 那次 其实 很个小意外吧 就是也是 因为那一天也是我们第一次 就第一集 就开始 就是 体能归火 就是 所以 就是要 就是要 就是 就是 自己的自己的挺不慢 可能上了一些强度 然后就可能 就 因为当时也是 一段时间 都没有动 然后就开始 忽然增加了强度 开始爬楼梯 对 因为 因为当时也 我也是第一次 然后我爬到了 对 就 因为还是很累的 因为还是有很多层 然后爬到上面的时候 其实有点 但是这个也是 很久很久 都没有 就是 就 充限过 有可能是当时 或者应该是没有 热身好 可能就直接跑 跑到上面 就可能 但是其实也还好 喝 喝了点水 然后 就吃点人的糖 对 现在已经 相比 上次 之前 就第一次 我们已经 好了挺多了 就感觉现在 到上面 一般都 还好 可能 要等下一轮 要爬下来 再爬上去 才会开始 然后 那一节呢 是舞蹈课 然后可能 就是 首先呢 原因 可能就是 我们大家很久没有在一起 就 这么多人 然后一起上课 对 然后呢 其实我们 可能跟老师也比较熟了 对 就非常的快 感觉一节课 都在笑 我笑了 痛得很痛 笑痛了 OK 今天分享的呢 差不多就这些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来去练习了 下次再见 拜拜